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函数的返回值 是的 咱们在上节课讲解的是 如何定义和使用函数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 如何使用函数进行返回值 好 咱们就学这个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 有三个 第一 返回数值 第二 返回字符 第三 它居然还能返回字典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诗战演习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这建个文件 咱们马上运行 边运行边讲解 Person OK 我先拷贝上 咱们第一组代码 干什么 返回一个数值 看怎么做 老规矩 左边代码 右边结果 咱们看 咱们在我这个代码 我定义了一个 add函数 咱们上期也定义了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 那是打印出两个数相加的结果 今天布了 怎么做 大家请看 Return 干什么 你给我传两个值 XY行吧 然后呢 我Return 我返回 Return 英文不返回吗 我返回 X加Y 这不就是加法吗 对不对 好 我做了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函数 仅仅是做两个数的和 然后呢 返回 把结果返回 那比如说咱们看啊 呃 我这要调用一个 add 咱们定义的这个函数 然后呢 我传两个值 一个是10 一个是20 实价值是多少 30吗 对不对 那么我通过调用这函数之后 它就能够得到30 然后我把这30 打印到屏幕上 没问题吧 同样我再调一次这个函数 函数因为它抽象性 咱可以多次调用 然后我再传两值 30和50 30加50得多少 80对不对 所以说第二行 咱们输出一个80 没问题吧 好 咱们看结果 看是不是 一个30一个80啊 够运行 哎 大家你看怎么样 3080出来了吧 呃 我跟您这么说 这函数 您别看它简单 今后我会给您讲 人工智能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 非常复杂 多变的函数 这人工智能 还不是说像函数 那么精确 它是抽象 抽象到一定程度上的模型 但是一把叫函数 就可以 咱们到时候再说 好 大家请看 我这输出一个30一个80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继续运行 为什么我给您开这个 python的课程 我主要是为了 呃 今后讲解人工智能 好 咱们实在试试下一个 返回字符 该怎么做 马上看啊 我先把刚才咱们返回函数 这两个使用力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如何返回字符 注意看 我定义了一个 大家看 我定义了一个 make db string 就是说 我定义一个组合 db连接串的 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中有四个参数 而且没有默认值 一个ip 数据库名 然后是用在id 然后是password 没问题吧 如果用户想用我的函数 返回一个串的话 他需要给我传这四个参数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 大家请看 把这个函数呢 把这个四个参数 做一个组装 拼成一个长的文字串 用于干什么 用于连接数据库 怎么连接 那是数据库驱动程序 咱们不是今天咱们讨论的问题 咱们仅仅是 把传进来的四个参数 组合成 变成一个字符串 这是咱们函数的意义 好 咱们组合变完串之后 看 我把这个串进行了return返回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试试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怎么调用 大家请看 print 这是我打印出来 这个电用的结果 咱们看 make a db stream 然后呢 我传四个值 ip 数据库名 然后是 user id password了 没问题吧 我传四个值之后 它会给我组合成 组织成 连接数据库用的 数据库串 好 我运行 看结果 let's go 大家请看 咱们就通过这个数据库串 当然这是个文字串 进行数据库连接 没有问题吧 OK 换句话说 咱这个例子给您展示的不是数据库 是可以去返回一个字符串 咱们在函数题里面进行字符串的拼接 最后把结果返回 可以做吧 没有问题 OK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今天最后一个例子 干什么 返回字典 更常用 更常用 这是非常常用 你一定要记住 好 我把它考虑过来 马上运行 好 咱们先看一下 我这个函数的定义 make db string 然后呢 还稍等 我这定义了 两个函数名相同了 所以我上个位置屏蔽起 免得报错 OK 咱们看啊 make db string 没问题吧 然后呢 还是四个参数 IP 数据库名 user id password的 刚才我是组合返回一个字符串 现在不了 大家请看 我返回一个 你说字典也行 我更愿意把它叫成json对象 也可以 无所谓 都行 一回事啊 好 咱们在这个对象里面 有四个属性 分别是server database uid password的 分别把咱们传进来参数的四个值 付给它 没问题吧 刚才咱们调用make db string的时候 是直接就把它结果打出来 现在咱们看看 怎么使用的结果 因为是字典 所以说呢 按照字典属性进行使用 注意看 调用的时候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make db string 没问题吧 当然这个db string起的不好 这应该叫make db dict dictionary 可能比较好 无所谓 咱先这么写吧 然后传四个值 IP 数据库名 userid password 传过来之后 付给一个db对象 它不是strain 它是什么 它是字典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输出 这个字典本身 然后呢 再分别输出 注意看 这个字典四个属性 它可以这么样被使用 非常面向对象 对吧 好 咱们我先把最后的四项 屏蔽起来 咱们先看 输出字典 是输出什么样的结果 好 运行 看结果 go 注意看 我要输出一个字典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个字典 什么 这是字符串 说错了 这是字典 看 两边有个大括号 好 我为了证明它是字典 不是字符串 咱怎么做 字典的话 是可以直接通过中括号的方式来引用到每一个属性的值 比如说 我想看一下它 server属性 为什么它有server属性 因为这地方 咱们给定义了server属性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下 运行 go let's 看 这个地方是它的server属性 输出了吧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输出database属性 useid属性 password属性 没有可用代码操作 什么意思 ok 马上运行 go 都能输出吧 也就是说 咱们今后如果有字典的话 就不用在这个代码中直接敲这一行具体的内容的值了 直接敲这个字典里边的属性就够了 使用字典属性比使用直接的值要方便的很多 而且呢 增加代码的灵活性 对不对 ok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就是说咱们定义函数呢 不仅仅可以抽象逻辑 同时呢还可以返回任何的值 推荐给您啊 这是非常常用的功能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代码了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门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撑到优酷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